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桥界社团最近举办意卖会 尊重高雄气暴灾区 当地侨胞热烈参与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 也亲自到场慷慨减囊震灾 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说 它不只是我们台湾来的草包 像今天很多很大的奖务 是Chinatown 这个原来的老草 就是广东籍的草包 还有主流社会 还有美国的朋友 驻美代表沈旅巡也正出多本 和故宫博物院合作编撰外交史籍 同时他还替美国国会众议院 民主党领袖裘洛西捐赠 亲笔签名的著作义卖 成为会场上一大亮点 我负责靠 NCIPO2资源公司 请他亲签你的名字 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专送 这本书最后以两千美元卖出 募得将近新台币六万元 正在美国访问的台南市长 赖清德也到现场 转达高雄市民和市长陈菊 感谢华盛顿桥接热心专注 转交城局的致谢信函 除了这个金额非常的高 达到七万美金以外 我觉得这个情意更加的重 刚刚沈大使有特别提到 从早上十点开始 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有这样的规模 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非常关心台湾 非常关心高雄 赖清德也捐出台南 焦纸桃剑尸挂式义卖 募得两千美元 这场义卖会总共募得 七万五千美元 超过新台币两百二十万元 上款后续一家乔委会等机构 所设立的专户运用